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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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为英国人做无谓的牺牲 1942年3月初 蒋介石在拉虚 三次单独召见二百师师长戴安兰 指示作战机翼 戴安兰对即将来临的战事 既深感压力又充满信心 昨天说到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免作战 不祥之兆 还真有兆头 后来有那老兵回忆说呀 说那次啊 这第五军呢 刚进缅甸 行军途中 军旗 咔嚓一下就断了 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事啊 然后到开会的时候 一瞧 哎 怎么这军长杜玉明 头上裹着绷带就来了呢 原来呀 是出车祸了 这行军的时候 司机一脚急刹车 杜玉明呢 一脑袋撞前窗玻璃上 这给撞伤的 您瞧 还没打仗呢 军长先负伤了 第一回入免作战呢 碰见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啊 我看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老大男问题 那就是 到底听谁的 蒋介石在亲临前线啊 离开拉絮回国之前 把指挥大权交给第五军军长杜玉明将军 这是他黄埔一期的学生啊 啊 蒋介石临走前跟杜玉明说了 说你要听史迪威将军的指挥 杜玉明就问一句 说要是史迪威将军的命令 跟您的决策不一样 我该怎么办呢 蒋介石啊 那你先打电报 请示我再说 后来英国政府啊 任命一个叫亚历山大的 当英勉的总司令 又规定啊 中国第五军第六军 都归史迪威指挥 可这英国也没规定 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 这俩谁听谁的 您瞧 这令出多头啊 指挥不明 权限不明 中英美联合作战 这前景 嗨 也是个不明啊 这里是铜骨 在现在的地图上 它被翻译叫做东乌 铜骨是下缅甸平原上的一座小城 但它是缅甸中部公路 铁路和水路的要冲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当时二百师孤军 深入一千多公里来到铜骨 他们将要面对的 是从缅甸南部长驱直入 兵力是二百师两倍的 日军第五十五师团 当时 仰光已经失守 铜骨的存亡 直接关系到 能否制止日军继续北上 戴安兰 在到达铜骨那一天的日记里 这样写道 金赴铜骨 与英军第一师长 Scott会晤 逊以敌情则不明了 逊以敌战法则亦不知 苦恼之至 今后非由我国军队 负起全责不可 这是缅甸 东乌的塞丹河 后面的桥 是塞丹河大桥 一九四二年呢 咱们中国眼镇金 第五金的部队 第二百师呢 到达了这儿 当时守这儿呢 是阴金 然后二百师过来以后呢 来来接替这个阴金的防线 再往前在十多英里啊 有一个皮油货 那个货呢 是咱们的前锋部队 然后前锋部队呢 很快就印象了日军了 在随后的几天里 五十五支团 在日军三个航空中队的支援下 向二百师的前沿阵地 色当河大铁桥一带 展开猛烈进攻 几天后 一股数目不强的日军 迂回到城北 与正在破坏铁路的工兵团 促然遭遇 日军一个冲锋 就打垮了工兵团 而后向军事要地铜骨机场进攻 这是东吴机场 前面呢 这是东吴机场的跑道了 这个机场呢 现在不再用 他们有民间管理了 有民间守着 不再用 它军队上不再用了 这个机场在战时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场了 咱们二百师的部队 和那个第五军的 第五军的那个一个一个机械化团 骑兵团 首先到了这 到了这儿以后呢 有工兵部队守这个机场 是三叶间 1942年的三叶间 日本人呢 日本兵呢 是从那个连光打过来了 他们呢 是一个摩托化的部队 摩托化的部队 非常快 很快的到这儿来以后呢 这个他们也来争夺这个机场 这个机场呢 被日本人争夺过气了 然而二百师呢 又反扑 又把机场争夺过来 又因为日本人呢 把机场又战斗 同古机场失守事件 被当作中国人 不会打仗的证据 一直报告到盟军总司令部 杜育明为此受到蒋介石的训斥 工兵团李书正团长 没有得到将功补过的机会 他被军阀处判处枪决 就地执行 三月十七日晚上 杜育明来到同古 他在戴安兰的陪同下 巡视阵地 看到同古城内 被炸得满目疮痍 而英军又不愿意 与我军合作 这一夜 两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英军亚历山大 他就换了一个指挥官 当天来了 看了一下 父亲陪他在阵地上看了以后 他马上就飞回去 飞回去 到了晚上 斯卡特就跟父亲讲说 我们接到命令 要撤除 父亲讲说 我们这个公司 大家在一起修的 什么事情都没弄好 你就撤走的怎么办呢 但是想想没有办法 他只好 只好把这个任务承担下来 英军撤走后 同古防线出现一大缺口 213面被围 中国军队的形势越来越不利 1942年3月 英军撤走了 同古城 就是二百师在孤军奋战 当时二百师 9000多官兵 他们对抗的日军 是他们的两倍 可是日军在这碰见了顽强的抵抗 当时这日本空军 每天从仰光机场起飞 出动百余架次的飞机 空袭炸这同古 把同古炸的是夷为平地 扔燃烧弹 甚至还扔毒气弹 日军在这里大量使用毒气弹 可是中国士兵不怕死 顽强到底 打到后来阵地上断粮断水 每天都有肉搏发生 每天都有中国官兵 拉响手榴弹跟鬼子同归于尽 同古火车站和周边地区 是当年二百师和日军激战的地方 这里至今还残留着一些战争的痕迹 他们缅人叫东屋 这个火车站也很老 这火车站就是二战时候的火车站了 没变化 没啥变化 那看得出当时的战争运气吗 看得到 你看前面 前面前面前面 这就那个时候打作战 留下的弹痕了 很大的 很大 机关炮啊那一类的 火车站也发生了 发生了 发生了 以后日军呢 对火车站进行狂轰烂战 对东屋城 狂轰烂战 这打得很激烈呢 你看你看 这儿还有 那那不是吗 那也有 上面那个你看 到三月下旬 同古城的战斗越来越激烈 二十四日夜晚 日军赶死队百余人 摸入我军一个阵地 排长马力成身中六弹 死战不退 被敌人批杀 二十六日 乌敦阵地两度失守 五九七团三营 与日军反复肉裹 全部壮烈牺牲 二十八日清晨 日军及缅间百余人 化装成当地土著 在牛车中暗藏枪械炸弹 企图经色当河桥头 混入城内 经地五九八团查出 全部歼命 当晚 日军偷袭二百师指挥部 双方激战通宵 通讯联络一度中断 此刻 师长戴安兰知道 自己的部队面临的是 抗战以来最为险恶的时刻 过去听周德安是在昆明的 他是第五军的军部参谋 他跟我讲他说当时铜骨作战很紧张的时候 他是赶到铜骨去的 他是那天那是他看到附近这个脸色贴青的 很阴沉在那里 在自己的隐蔽所里 他说不高 一个小小的烟亭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突然坐下来 然后就拿了笔 开始写遗书 然后就下命令 每一个人都写遗书 每一个指挥官都写遗书 而且有再下来到命令 就是师长战士 副师长战士 副师长战士 川姆长战士 团长战士 副团长战士 副团长战士 副师长 副和川姆长战士 就是那天 从3月22日浮小开始 日军以步兵一个大队 配以四门大炮 向铜骨城内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击 此时的二百师上下一条心 誓与铜骨城共存亡 几天的激战后 双方的死伤惨重 铜骨保卫战到了僵持不下的阶段 铜骨二百师 抵抗的那么顽强 日本人没咒念了 怎么办呢 想出一个多阴多毒 多不要脸的这么一招 什么招啊 他们呢 把在过去战役当中 俘虏的中国士兵都集中到铜骨战场 把他们组成步兵组 班长和机枪手是日本人 让其这些俘虏的中国士兵啊 端着枪冲在最前面 而且还让他们一边冲一边喊啊 都是自己人朝天开枪 都是自己人朝天开枪 这些兵啊 这些兵啊 打都是江苏啊 山东啊 东北极的 这前线二百师的官兵一听就愣了 这老乡啊 这怎么办呢 赶快报告师长戴安兰 戴安兰想了一下 号令我军向前边喊话 放下武器 就地卧倒 这下那些被俘虏的中国士兵哭他一下把枪扔了趴地下 我军各种轻重武器啊 打向后边敌人的后续部队 也就借这个空子 好多被俘虏的中国士兵啊 就这么爬回了中国的阵地 又回归了自己的部队 三月二十九日 戴安兰从铜谷前线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上这样写道 激战至二十九日 我军仍固守铜谷市铁路以东之阵地 敌势之猛 前所未有 由以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 敌机更不断轰炸 掩护其战车纵横驰骋 其炮兵且使用大量毒气弹 昼夜轮番向我阵地猛 然我军皆遵照伪座面授之机翼 欲有准备 故敌未能得逞 最近六日间 敌军在我阵地前遗失已在五千以上 我军亦多伤亡 但官兵无不以一当时 事与敌后在此周旋到底 就是到了最后这两天的时候 他当时部队呢 是南北南北西 是部队平安 东面 舍党河的东面是他这个事故在那里防守住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摆呢 就是说部队向东队围的一条通路就在这里 如果假设说大家都围在这个城里去 这边不来个部队再防守一下肯定不行 但是当时他也考虑了三个团一放下来 就没有什么兵力了 所以他亲自把部队带到这边来 所以最后日本人来偷协他的时候 两边打得非常激烈 城里面的枪跑也很紧张 他这里枪跑也很紧张 郑亭杰就发现了赶快问怎么回事 派了掉了两个连过去 才来帮他的这种帮 他自己亲自拉了这个机关枪到 设断火的河边 就扫射 不许这个日本人来度火来搞这个东西 有几个当时一些中年人跟他讲 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小孩子 所以看了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将军 光在头脸上贴亲 拉了几万人就站在这个河边的扫射 三月二十九日凌晨 日寇全力向二百师指挥部猛攻 与城内炮声互为呼应 此时 敌我双方的情绪都很紧张 都想争取最后的胜利 这知己知彼啊 百战不带 所以要考一考 在同古跟两百师熬战的 是日军什么部队呢 五师五师团 这个师团呢 是刚从中国战场撤下来的一支部队 这日军呢 一个师团大概就相当于咱们的一个军 这五师五师团这支部队啊 挺惨的 他在长沙中国战场 长沙会战当中 遭受中国军队的重创 他这个师团长啊 是范田中将 不是范桶中将啊 范田中将不是范桶啊 他想着到缅甸的立功啊 而且啊 在缅甸英军跑了 他这个要打仰光吗 英军跑了 他打得轻而易举啊 一路北上 率领部队是穷追猛打 企图啊 一举拿下曼德勒 可他没成想啊 就在同古 他遇到了他入年以来 最猛烈的抵抗 缅甸有那些